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根據這個統計 差不多我們台語五百萬以上的上班族 差不多 我們四天說有力不出 都堵住 而且說起來 女生比男生嚴重 那我該怎麼辦呢 我們不能都是 堵住的 做人不能太堵住 對不對 看我們長老時間 也跟台語音很重要 你要懂得怎麼吃 但是你也知道要怎麼樣 要有代謝 也要順暢 所以這很重要 今天我們來分享一下 來賓當中有沒有這樣的困擾 首先介紹的這一位 越來越優惠 越來越健美的 鴨美鳳 大家好 我是鴨美鳳 大吃大喝 沒煩惱 簡單攝取好順暢 他真的好像泰國妹 你知道嗎 雙瓦在腳 雙瓦在腳 另外這位就很會保養 我想他知道 我們飲食當中需要有些纖維 才會幫助我們比較順暢對不對 那就我們... 他這方面會跟我們分享很棒的 他的心得 我們歡迎 秋香老師 美鳳好 大家好 任何年紀都要注意 你可以藏私房前 但是排便的問題不能藏哦 是的 好的 再來就是我做前面這位營養師 他保養得非常好 應該沒有這方面的困擾 因為如果架條的人 皮膚膚色也不好 條腕或痘痘髒東西都長得很多 所以我們很多問題 今天好好請教他 就是我們的營養師許琼玥 好,鳳姐好 大家好 讓腸道健康 排便順暢 自然就有好氣色 氣色很重要 還有一點 我不知道各位順不順暢 因為不順暢 有的時候還真的看得出來 對 會長一些有的沒有 對,會長多多 你算... 我算... 因為我就飲食有點不正常 我在泰國算是不正常那一種 因為我為了要拍片 然後大吃大喝 你知道泰國就是辣 然後又是炸的 然後我吃到整個嘴巴都是... 都會... 那個火氣很大 因為就是便便都傷不出來 我覺得很難過 所以拍片是對我來講 就是一個折磨 我們出國工作也會 不曉得是因為水土不符 還是說還在生意當中 老師應該... 其實現在沒有這個問題 我高中的時候 我曾經兩個禮拜沒上過 那你知道我們鄉下的人 其實應該就是 都是吃青菜 對 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從小就不愛喝水 我到現在的壞習慣 還是不喜歡喝水 所以你親愛吃很多 那我們自己家 前面不是龍眼就是奶雞 不然就是拔辣 不然就是粥 不然是粥 像這些東西 對,粥要去搭配 像你吃了很多這些東西 你沒有水進去就會便便 後來我自己懂了以後 我就會去調整 所以現在便便對我來說 是沒有問題 但是我周遭很多朋友 四個就有三個有便便便的問題 是 你看看他 今天美鳳剛才說的 結實的病 開始生了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排便不順的話會產生 因為 所以你的皮膚就很糟糕 那再來就是你排便不順 你也會睡不好 因為會有一些火氣的問題 那有些時候又會更嚴重 會造成你的痔瘡 所以 好 這樣統計起來 怎麼這麼多人 都會有這種困擾 請教你的情願 因為現在的人 大家就是 生活壓力都很大 然後其實 譬如說像我們通常 真的在醫院裡面門診 今天女生差不多八 都是來要 就是諮詢便便便的問題 而且女生又會比男生多 因為其實有時候便便便是第一個 膳食纖維吃不到 對 膳食纖維不足 然後第二個 然後第三個 因為你沒有運動 我們的腸道就 蠕動就會比較慢 就會沒辦法排便 然後這三個是主要排便 不順的一個原因 然後女生為什麼會比男生多呢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 因為像女生 腹部的肌肉一定比男生比較少 對 比較少的時候 我們肌肉量不足 腸道要蠕動 它要輔助的話 它就會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所以一般來說 女生比男生比較容易便便 還有女生 MC要來的時候 其實會分泌我們的荷爾蒙 就是黃體素會比較高 都會... 對 對 這個荷爾蒙就是讓 我們的腸道蠕動比較慢 所以我們整體來說 就是女生還會比男生的排便 又比較不順 還有一個族群也很容易 就是老年人 對 對 老年人第一個 他運動量就 運動量已經很少 第二個就是牙口不好 你如果吃青菜吃到 那個筋比較糟糕 補不夠 他就不想吃了 懶得吃了 所以不愛吃的狀況之下 他又更容易造成便祕的現象 對 像我一個好朋友 真的就很可惜 他就是有高血壓 然後又便祕 然後他自己就是 常常會吃便當 因為懶得去就是叫太太煮 然後只有兩個人 小孩子都外出了 所以就是吃便當 吃外食 然後又有高血壓 又有糖尿病 都三高幾乎都有了 那有一天 他就是四天沒有上那個 那他很用力的 那時候又是冬天 很用力地去便便 結果就中風了 就中風 那一躺就躺了快兩年多 才起來 也是半邊都不能動這樣子 才能稍微人家呼著 稍微走動 所以老人家真的 當子女的 你觀察看看 如果說這個老人家 他講話有口味 或者是說他真的如果 我們常常會到安良宴去 你會發現說安良宴裡面 如果說它的清潔不是很好的話 它有一股那個味道 其實那個都是便祕 很久的便便出來的味道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你要關心一下家裡的這些長輩 因為便便真的很重要 那這個 我如果像剛剛想要補救的話 我就是想說回國之後 我就開始大吃那個蔬果 然後想說可不可以排便 可是效果好像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想要問 營養師今天在這邊 我想說為什麼我回來吃了這些 然後 可是便便還是一樣 就是有點遲緩 因為剛剛有講就是 但是重點是膳食纖維 敷果就是很多的膳食纖維 可是我們膳食纖維吃進來了 如果你的水分不夠 你反而會便祕 膳食纖維是一體兩面 當我們是大量腹瀉的時候 你吃膳食纖維 其實它是可以幫我們緩解腹瀉的 是 但是這個時候 你如果是想要幫助排便 你吃很多膳食纖維進來 你沒有水分進來的話 你就會便祕 所以你有便祕現像 你吃大量的膳食纖維 你就是要搭配足量的水分 這樣子我們才有辦法 就是讓我們排便很順暢地排出來 因為在醫院都是這麼去使用的 膳食纖維的一個方式 而且其實有時候像 上廁所沒有上出來 引發的問題真的非常非常多 最簡單的就是我們簡單 我們感覺到人家很疲勞 很疲勞 然後覺得我昨天明明就是睡得很飽 為什麼今天還是那麼累 其實就是我們有時候 腸道的一些代謝廢物沒有排出來 然後不然剛剛有提到 口臭的部分 或者是皮膚會長一些 痘痘 痕痘 這些東西也都是因為我們腸道的 我們講簡單一點 都是我們的毒素 身體不要的東西還留在體內 我們就叫毒素 因為這個毒素沒有排出去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身體就會 發出很多的一個異狀 然後最嚴重 它可能還會去影響到 我們常聽到的 那個很嚴重 這個真的很嚴重 而且現在這個癌症的趨勢就是 這個癌症其實比例是上升的 為什麼 我們說的 食物在腸道裡面 正常要把它排出去吧 可是如果你在小腸裡面蠕動完 之後你的量不夠 膳食又不夠 它沒辦法膩 它這個代謝肺部沒辦法排出去 它一直到大腸 水分就一直被大腸吸收 它就會太乾 沒有辦法出去 不好的東西 就在裡面有可能會變成病變 病變之後就是我們說有可能 就變成我們說的壞命 所以這個大腸癌的風險 跟便祕是息息相關的 應該涉及一些什麼樣的營養 會比較好一點 膳食纖維很重要嘛 我們先說一個大腸癌 切菜水還要一天量要吃多少 如果男生的話 蔬菜水分 女生 小朋友就 聽起來很多 真的很多 而且它還有分可溶性膳食纖維 跟非可溶性膳食纖維 可溶性是指譬如說 它在我們身體裡面的功能就是 它除了會幫我們增加分辨體積料 它還會 但我們的一個排泄物 它水分是存在的 那些水果是 還是什麼樣的叫可溶性 就譬如說 蘋果 蘋果的皮 那個果醬 皮都把它削掉 所以就很不懂 對 怕農藥 可是你如果是 打蠟 對 怕打蠟 所以我覺得有一個方式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如果你可能有便祕的人 這個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一整顆皮膚 你可以挑選我們台灣自己的那種蜜蘋果 它就沒有打蠟的風險 你國外進口 可能有使用蠟的風險 你吃這個蘋果 你每天就是吃一顆 你可能早上起來空腹吃一顆 再搭配400CC的白開水 早晚 通常這樣 可以幫你緩解一些問題 這個主要就是我們所說的 所謂可溶性的膳食纖維 了解 非可溶性膳食纖維其實也很簡單 像我們在吃橘子外面的那個絲 是不是就覺得不好吃 會把它剝掉 對 但是這個是它是 我們說的非可溶性膳食 它可以增加我們的糞便體積 它有什麼功能 它增加糞便體積 它可以刺激我們的大腦 說我們在上廁所 它會刺激它蠕動 所以要讓它體積夠 又讓它保水 你才可以有辦法 就是每天很順暢的排便 如果這樣說 我覺得我真的是對了 因為我不是說 我前陣子去泰國都沒辦法上 我又不能因為這樣出去 然後我都沒辦法上廁所 我朋友就介紹我喝青汁 然後我就去喝了一下之後 喝了一、兩天 我真的覺得我已經到極限 我沒辦法接受 那個味道很重 草味太重了 後來我就一直試 想說我不放棄 我就一直試 我就試到一個 知名品牌出的一個青汁 它是有 然後還有 重點剛剛營養師所說的 它裡面有 我添加三種纖維在裡面 水溶性纖維 跟飛水溶性纖維 還有 所以我喝完了這個之後 我發現我的那個 像你剛剛講會帶動嘛 對不對 就帶動 所以我早上的時候 都有 對 然後我現在出國 或者是在台灣 我都會每天這樣固定喝它 很棒 常聽到大麥落葉 是什麼 其實我們簡單說 就是大麥廟 其實它大麥廟 其實它是最近 這幾年來是在我們的營養界 其實算是大家被重視的東西 對 因為它的 它除掉膳食纖維之外 它裡面還有一些 裡面還有一些 我們說的 所以它的營養價值密度是高的 所以你補充膳食纖維 你還可以補充到其他的營養素 所以這個進解 都是我們用來做體內環保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來源之一 對 對 像我剛剛說我喝的青汁 就是選三十天的大麥落葉 它是所謂... 為什麼我選三十天 因為它剛好長到 十八到二十公分的高度 那就是六零大麥苗 所以說我這樣子 這個時間 它的葉子跟梗是最細嫩的 所以對我們的腸胃是沒有負擔 而且是可以做體內環保 剛剛說我剛喝了一包 我每天早上會喝一包 一包裡面的膳食纖維 就是五點三克 我一天如果兩包的話 我就會變成十點六克 等於是一個人所需的量的一半 所以像我有時候會去吃麻辣鍋 我就會把它放在裡面 然後當水這樣子喝喝喝 又可以解膩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一邊吃大餐 我一邊又可以補充到膳食纖維 然後隔天也很漂亮 我跟你講 去吃麻辣鍋 第二天通常都是嗯嗯的會 對 可是我就希望 有時候有吃 你知道要補充一下那個罪惡感 這樣子 就稍微稀釋一下的感覺 對 也不會吃那麼多 而且那個真的很飽 我每次吃完之後 我都覺得好飽好飽 那這樣好啊 那這樣就不會過量吃太多 譬如說麻辣鍋 其實吃過量 也是DNA很恐怖的 對 尤其是那個鴨穴對不對 對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青汁 它最早是從日本那邊 開始烘過來的 因為日本他們地理環境的影響 還有他們的飲食習慣燒烤 對不對 燒烤 醃製的都很多 所以可能為了要保存 因為他們的氣候的關係 所以他們吃新鮮的蔬果 其實是比較少的 所以他們都用這個青汁 來補充這一些 就是蔬菜水果的一個養分 再來就是這個大麥肉葉 其實它的營養成分 剛剛瓊姨也講 真的非常地高 所以對一些就是說 你不太方便自己煮很多東西 或者是說 你沒有那一些空 去挑選很多蔬菜水果的人 家裡有老人家的 其實這也是一個 非常好的方法 所以要分享一下 怎麼喝 這個青汁應該怎麼喝 這個我今天有帶來現場 我跟你講 因為平常 你如果單喝一個 水 就是其實用水去泡就可以了 可是今天我有準備了 茶跟養熱多 可以給大家吃 都可以混在一起 都可以混 你混麻辣鍋也可以 你要這樣嗎 好 你幹嘛 我根本在旁邊 然後結果辣有點辣 我會再來喝一下這樣 我跟你講 我就是會把它泡在茶裡面 因為喝茶會解膩 因為有時候吃太辣 我會用辣 對 我就會解膩 好 我現在先來示範一下 首先要先把水倒進去 就看你要喝水、茶、任何東西 飲料 就先把液體倒進去 這樣粉比較好打散 這一包 好 然後蓋起來 把它 先把口 磚好 這邊因為有一個塞子 要把它拿出來 然後下面螺旋槳就會這樣子 咻 要把它搖動 就會很輕鬆的把它攪散 唯一的就是不要用熱水 去把它攪 因為熱水會破壞它的酵素 好啦 還可以加茶 對 漂亮 這個要泡給你的 盡老尊賢 好 謝謝 好 好 人家想喝茶的啊 不是啦 你那是水 你要喝哪一個 我想喝茶 我都可以 你的笑心 我接受 好 就把瓶蓋把這個杯子鎖好 然後就開始可以 然後上面有那個塞子 然後我就這樣子 這個也很貼心的設計 超貼心的 對,它就讓它去混合 這樣子 對 而且這很適合我們外出 就是外出可以攜帶 對 而且我要說的是 像我們剛剛講 其實麻辣鍋 它的熱量很高對不對 剛剛這一包裡面的 那個膳食纖維 我剛剛說 一包就有5.3克 那它其實它的 對 那你一天這樣子喝下去 其實那個熱量就會 可以減少很多 很容易 有人會說 那我想 兩杯 兩包 然後我泡大杯 這樣可以嗎 可以啊 然後也可以 你會很撐 很撐 因為它膳食纖維裡面 真的很足夠 我真的喝得好撐哦 是 因為一般我們都會建議 膳食纖維每天就是大概 25公克到35公克中間 其實它滿好喝的 熊燕,你那個是加什麼 加這個 顏色不太一樣 顏色就不一樣 然後我剛剛講說 比如說像我們現在後面 這一顆大西瓜來冰 對不對 它其實有10公斤的重量 它其實裡面 大概有膳食纖維 大概是50克 所以說我兩個人 要吃完這一個 我才可以補充 一天的膳食纖維的量 這樣壓力太大了 很大 特別說吃一小塊就是 只有過癮就好 但是又可以有很豐富的纖維 但是沒辦法 你一定要吃這樣那麼多 對 所以它的食材其實是很豐富的 很多 誰適合喝也就是說 誰都適合喝 對 基本上都適合 基本上都是很適合 比如說我這邊建議 像因為上班族 有時候都是9點上班的 它可能早上就很適合先喝一杯 因為等一下12點就到了 12點就要放飯了 所以它可能就會變成說 上班族就是早上喝 喝完之後晚上要聚餐 要應酬 我們就是再喝一杯 換錢再喝一杯 反正它 它喝起來 真的完全沒有怪味道 這個非常能接受的 大人小孩都能接受 真的還滿好 小朋友可能喜歡有一點甜甜 就可以像球月 對 加一點養 球月這樣 加一點抹茶 抹茶養樂都會感激 抹茶的味道 所以喝起來就淡淡的腸香味 但我發覺它既然有這麼多的 這個膳食它可以 剛剛你說的 像蘋果它水溶性跟那個非常 那很多對不對 對 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就很適合了 非常適合 因為我們知道 地瓜葉算是膳食纖維含量高的 我們吃一個拳頭的膳食 地瓜葉大概三公克的膳食纖維而已 所以你說 假如說你真的牙口不好 然後你又要補充膳食纖維 其實你就可以選擇 比較好的替代方式 要不然你如果叫老人家 要吃一片地瓜葉 有點難度 所以可以做輔助 尤其一樣東西吃那麼多 也會膩 也會覺得很辛苦 是 你說一盤來... 或是再切一盤來吃不夠吃 對 燙心菜 吃一盤是不夠吃 你如果一大盤就這樣 變化妝 那個很好過 對,心情就不一樣了 心情就不一樣了 心情其實是很重要的 對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些 就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比較愛美 可能就是為了愛吃 口腹之欲 就可以其實每天都喝一包這個 然後就可以讓你的身材 就是變得比較維持好身材 像我就是每天這樣子吃... 然後我早上的時候 那個便便就是浮在水面上 抱歉,很久了 就是浮在水面上 我很有成就感 浮在上面是好 沉下去不好嗎 對,因為你會浮上 就是你表示你攝取的蔬菜水果 跟膳食纖維量夠多 所以其實可以觀察一下 你要夠多的膳食纖維 你才會浮起來 所以其實浮起來的 就是表示你的量才是夠 就跟大象的便便一樣 因為牠都吃草 所以牠就是浮在水上這樣子 所以每一次呢 我來檢查一下 要看一下 OK,好 這樣子腸道也會比較健康 比很多人都會吃那個... 那個... 蟹藥 吃久了,腸胃就皮掉了 對 其實現在除了 像剛剛美鳳講的 吃那個蟹藥以外 很多人是用通的 你這個要管賣得超好的 真的哦 對,其實那個 真的你用久了 因為我那時候我公公在的時候 他就非常地緊張 他只要兩天、三天沒有 他就要通 可是那個通久了 你的肛門口是... 對,你那個肌肉是會沒有去... 沒有力量 所以我們在醫院真的看太多 年紀不要大臥床的 你知道嗎 其實他每次廁所 也不是拉 他就會整片全部都是 所以那個是真的是... 對,那個是不是太理想的 對 有一天我去的時候 我去西亞房買那個OK棒 我既然看到有一個小姐 一次買10盒 她就... 庫存 沒有,它就是一個月的量 庫存 她一天,她說... 因為她怕胖 所以她可能就是早晚這樣子 各位,現在怕胖 現在科技很進步 有很多的方法 你不妨先試試看 你如果有吃蟹藥 或是說用那個... 玩那個什麼的 電腸的 對,才那個... 你可以先... 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蟹藥已經吃了 不是 到一個短暫嗎 別的東西可能不夠 不夠力 不過你稍微改變一下 可能一天沒有的時候 沒關係 你先吃蟹藥來試試看 慢慢改善 因為你腸道也是要健康嘛 對 才有辦法正常的這樣 那你如果一直這樣子 吃這麼重鹹的 那... 我覺得對腸道也不見得吃得好 其實這樣才是一個腸道健康 對 對,就試一下別的方式 因為在節目當中 我常常因為節目也分享到 很多新的資訊 讓大家如果從這個資訊當中 大家能開心的過生活 那這都是大家的目標嘛 對不對 健康身體好的話 會讓我們快樂一點 我們工作也會比較樂在其中 對 但補充品還有一些幫助是 我們要多了解 對 有些品牌 我們要了解、要認識 讓我們由內到外 都是非常的開心 又有光彩 對不對 對 不要暗沉 真的 亮起來 亮起來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 讓我們亮起來的特別來賓 謝謝你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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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玩 各位啊 他這個是... 這是... 這是... 對